这个超级厉害的,把左眼闭起来,右眼看着镜子的点点,移动的圆圈圈到你的blind spot的时候,它就会不见哦,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这个超酷的哦,我是Sophia老师,所有的圆圈圈都走在直线上面,straight line,但是当它的数量变多的时候,看起来很像在旋转,但它仍然还是在走直线哦 仔细看每一个圆圈还是走在直线上哦,这个超级厉害的哦,你会看到所有的盘子朝上或朝下 upside down,right side up,当你找到一个是相反的,全部的盘子会跟着改变哦,第一眼是看到朝上还是朝下呢,传给你的朋友吧 这个桥超酷的哦,看上去好像车子要掉下来了对不对,陡峭的英文steep,你们知道这个在日本的哪里吗 如果近看或是从侧面看的话,就不会觉得有那么陡峭了,传给你的朋友看吧 这个超酷的哦,一定要看到最后,Spongebob,Patrick Spongebob跟Patrick看起来站得很远,当你把手机拿靠近自己的鼻子,在Spongebob和Patrick的中间的时候 两个看起来就像站在对方旁边哦,我是Sophia老师,分享给你朋友吧 这个超酷的哦,眼睛钉的十字,cross 忍耐一下,不要偷看旁边的照片哦 你会发现旁边的人脸扭曲变形,distorted faces 我这照片都没有修改过哦,再重新看一遍确认一下吧 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这个超酷的哦,which numbers do you see? this optical illusion is going viral on twitter 每个人看到的答案都不一样哦 留言区告诉我你看到哪些数字吧,我是Sophia老师 这个超酷的哦,看起来像正常的楼梯 staircase,staircase,但当你把手机翻过来的时候 楼梯在上面,但你眨一下眼睛,它就会变回来哦 超酷的吧,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个超酷的哦,这只猫在go upstairs,上楼 还是downstairs,下楼呢? 留言区告诉我,这个超酷的哦 照片看起来像是少了一块蛋糕 a slice of cake 就是当你把手机翻转过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只剩下a slice of cake 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我是Sophia老师